中国首部抗议比赛电影《最美逆行》 7月26日在武汉首映 该片真实在线了广东医务人员 公安干警支援武汉的感人故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为电影《最美逆行》亲笔写片名 曾打造过《康熙威福斯访》 《公主出山》等知名影视作品的邓建国 担任该片总出品人 他表示 这部电影致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面对生死从未退缩的《最美逆行者》 会将不分票房收入捐给生活困难的 一线衣物工作者 希望我们的电影票房 在武汉能够这么长所 帮我们的电影能够收入 我们武汉捐给这些衣物人员 跟这些家里 比较困难的 包括付出衣物人员 真的是发出内心的 邓建国透露 电影《最美逆行》是抗议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 与海外支援有关的两部曲 也正在筹划中 该片总导演范宇玲表示 主创团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 把抗击英雄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并传播出去 让更多观众理解奉献与感恩 责任与担当的意义 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带领大家再去创作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留下 作为大家 等再过多少年我们不在了 给后来我们留下点东西 虽然我们只是一粒沙 我们记录的远远不够 我们很清楚 所以我说这 比起来说是一部电影 不如说是我们一群勇敢者 在对无畏英雄的一个纪念和纪录 该影片主要拍摄地为 广州武汉两地 据悉 作为一部公益电影 许多参与本片的演员 都是零片酬参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